主动型基金的选择完全由基金公司和基金经理决定,是主动进行投资管理的,以取得超越市场的业绩表现为目标,而被动型基金是完全被动视的,是把具有特定标的指数的成分股作为投资对象,目的在于达到与标的指数同样的收益水平。 基金公司和基金经理一般不参与选择,主动型基金追求高于市场的表现,基金变动比较大,受市场的影响也比较大,需要专业的基金经理对其进行管理,管理费一般在1.2%以上,而被动型基金采取的是持有策略,不用经常换股,管理费用远远低于需要积极管理的基金,一般在0.6%左右。 基金名字中带指数,ETF、ETF衔接的一般都是被动型基金,其他的则通常为主动型基金,不过需要注意的是,名字带有指数增强次养的,也通常为主动型基金。 基金公司和尊敬活動